大家好,大家午安 現在要安裝直播分享的車種別呢 是Honda Civic 9代 FB 那今天安裝的車版本呢 是一樣是道路版本 所以應該快安裝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大概來跟車友們介紹一下 這個是後面的懸吊部分 後面的話呢 我們配置的攤簧公斤數是7公斤 這個是後面的上座還有防塵套部分 防塵套部分呢 KT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在於 這個的防塵套呢 是全罩式的防塵套 所以使用久了之後 它的對軸心保護的效果 你看這個軸心其實是最需要保護的地方 所以才需要一個防塵的防塵套把它照住嘛 那它對軸心最具保護的 就是整個範圍都是做全包覆式的 都是做全包覆式的 那在用久了之後呢 其實這個軸心的上部 因為會積水器啊 有可能會有生鏽的狀況 但是這樣的設計呢 它水能夠從旁邊排掉 所以就不太會有生鏽的狀況 那這個就是我們KT最代表設KT欄 那後面的彈簧呢 後面的話 我們一般最常遇到調整上的 安裝上的失誤 其實就是彈簧跟避熱器兩者的匹配 那像這樣的彈簧呢 建議技師呢 不要啊 不要做彈簧的預載 就是大概壓個2到3mm左右就剛剛好了 做預載過多 第一個統身會不好做 然後預載的幅度過大呢 也有可能會有異音的狀況 然後也有可能會造成統身壽命的縮短 所以像這樣彈簧跟避熱器分開的結構啊 最重要的安裝重點就是在彈簧的預載 安裝完畢之後呢 這個地方要記得要敲緊 那車高的取決都是在這個地方 這裡是一個我們一般稱作Hilo Key 就是彈簧的調整機構 在這裡 這個是彈簧 那後面的話呢 在CIVIC酒袋 我們幾乎呢 就不用原廠的任何東西 上下彈簧上下的橡皮 都不需要再做使用 唯一有需要沿用原廠的東西呢 就是邊際上方的橡皮 這個上座裡面呢 防塵套上面有一個原廠的上橡皮 這個需要在CIVIC酒袋 就建議用原廠的會比較耐用 那車高的部分 如果車友們的車高也要降很低的話呢 就建議仰角調整器也一併改 否則車高降低之後的Camber角度會太趴 就有可能會造成輪胎失態的狀況 那這台車今天安裝的這台車 後面前後的只有做一個基礎的升級 後面的話 後下還有一個Summit的拉桿 來這邊 那其他的話呢 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其他的話呢 來 這個是原廠的2055-56的規格 這都還是原廠的規格 所以今天的車高呢 車主也沒有要要要要 降很低 維持大概35左右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前面有幾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前面呢 來這個下方的話 看到我們的ABS感應線 ABS扣具 還有油管 這個車友也有改的那個金屬油管 油管固定位置呢 都是跟原廠的位置一樣 這個都是原廠的位置 那離載串呢 我們其實比較早期的版本 它的離載串固定位置在這裡 所以就需要換短一點的離載串 才有辦法鎖步 那現在的話呢 把離載串的相對位置把它拉高之後 就不用改原廠離載串 那為什麼要改離載串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設計變更 其實原廠離載串的壽命跟品質 會比較好一點 當離載串的位置在這裡跟這裡的 它的轉向幾何 當離載串在這裡的時候 它轉向負荷會比較大 轉向的角度會比較多 離載串相對位置比較高的時候呢 它的角度啊 作動的就比較小 所以壽命相對的就比較長一點 那當然啦 原廠的離載串品質 也會比一般的還要來得好 所以我們後來設計變更 大概去年大概八九月之後 就做這樣設計的變更 當然即使在安裝上也很方便 就不用再拆下方的離載串來做更換 日後呢 萬一這個離載串也是消耗品 日後有壞掉的話呢 就到一般材料行買跟酒袋一樣的規格就可以了 所以這一台車呢 就是CIVIC9代前面的下方 那台灣公斤數是配置了7公斤 一般道路版的版本 我們都是配置7公斤 裡面的油風 裡面的主泥油 上座的時候 什麼這些我們嚴選的材料 我大概跟大家解釋一下 裡面的主泥油呢 是用意大利IP的進口的主泥油 並不是授權來台灣混裝的主泥油 這個是一整桶意大利進口的 然後裡面的油風呢 是用日本NOK的油風 那我們把鏡頭再帶到上座的部分 上座的話 因為這一台車呢 選用的是魚眼上座 魚眼上座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 它少了橡皮的緩衝 在轉向的時候會比較犀利 第二個 它的角度呢 能夠隨車主的需求 自動調整Camper的角度 所以魚眼上座的好處大概是這裡 KT的魚眼上座 下方呢 其實還有 還有埋了一個秘密的機構 下方的話還有一個指推的軸層 那指推軸層 在轉向的時候呢 就會減少 減少濕力 那對魚眼的壽命 其實都有正面的幫助 這個 這個KT的LOGO 這裡呢 就是阻尼調整的部分 在這個地方呢 順時針調整 往H的方向 它的阻尼就會變硬 逆時針呢 就會變軟 所以這個是道路板 然後阻尼可調 高低可調的一些詳細的介紹 CVIC9代呢 很謝謝車友們那麼捧傻 現在有一台 這台是黑色的 晚一點的話呢 還有一台白色的車友 也有預約要來安裝 謝謝大家車友那麼捧傻 那對於KT的產品呢 我們有很多的 每天大概八七點左右 我們的小編呢都會 定時PO文章 如果車友們對 也許有可能看到 自己的愛車的車種呢 那就可以在上面 詢問一些相關的問題 或者是說 對價格 或者甚至是 有需要試乘看看 KT好不好做呢 我們都可以 跟我們家的小編聯絡 然後我們會幫你安排 如果有需要試乘的話呢 再請告訴我們 這一台是CIVIC9代 因為快安裝完畢了啦 所以等一下 就我們就 上台之後呢 就會 開始做試車 那今天的車高 並沒有要求的很低 所以這一台車 也沒有再改洋角鏡機了 OK 所以今天的那個直播呢 就簡單 大概到這裡 如果車友們有任何的疑問 就可以跟我們小編聯絡 因為今天是開雙直播 如果是在HONDA的巨大 育樂部裡面呢 也可以跟我們 HONDA的那個 紅的聯絡 謝謝大家的收看 等一下 再歡迎另外一台白石 再跟大家做一段 分享 拜拜